在2024年这个特殊的无春年里,这种文化现象变得更加显著。 到了过年的时候,所有人都想要自己过一个好年,这些生肖,他们从除夕之夜开始就能有助不错的好运势,并且在除夕之夜开始的时候,这些生肖正好是全部聚拢在家庭里面, 人们穿着红色,不仅是为了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吉祥,更是在展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。 街道上,无论是年轻人的时尚红色外套,还是长者的传统红色服饰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人的故事。 对于那些属于特定生肖的人来说,穿红色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。 属龙的人在2024年穿红色,不仅是因为他们执太岁,更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太岁的影响带来好运。 对于其他犯太岁的生肖,如虚狗、丑牛、毛兔和喂羊,穿红也被认为是一种辟邪和吉祥的象征。 这些习俗虽然源于传统,却也反映了人们对命运的敬畏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。 在这个春节期间,不只是衣着上的红色,许多传统元素都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。 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,挂起的红灯笼,放飞的鞭炮,每一个细节都显得格外重要。 这些传统的春节元素,不仅增加了节日的气氛,也在传递着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盼。 尤其是在春节的除夕夜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团圆饭,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家庭时刻,除夕夜的饭菜中往往会有寓意吉祥的食物,如鱼寓意年年有余,饺子象征财富和换心等。 这些传统食物不仅美味,也富含深厚的文化意义,家人们边吃边聊,分享过去一年的故事和新一年的期望,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。 春节期间的传统活动,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从舞龙舞师道光庙会,再到各种民间艺术的展示,这些活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欢乐和娱乐,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展现和传承。 孩子们欢快地放鞭炮,老人们则乐在其中的观看传统戏曲,青少年和年轻人则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和游戏来体验节日的乐趣。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各地上演,构成了春节这个最重要节日的独特风景线。 2024年春节的到来,是一个传统节日的庆祝,更是对文化深厚底蕴的一次展示。 人们通过穿红色衣物,享受团圆饭,参与各种传统活动,不仅弘扬了华人的传统文化,也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极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眼睛是我们观察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,也是别人观察我们的一扇窗户。 观察这个世界,看清楚身边的人与事,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眼力。 别人观察我们的时候,我们的眼睛需要学会伪装。 有人会说,这不就是矛盾吗? 既需要眼力,也需要伪装,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? 也许,这就需要看人之智慧和本事了。 老祖宗认为,眼睛是五官当中最有灵性的一个部位,老天给了每个人一双眼睛,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看透这个世界,看清楚这一生。 看不清这个世界,就活得不够通透。 为什么人们常说五十之天命? 只有人们历经半生,才能把一些事儿看明白,不至于糊里糊涂,浑浑噩噩。 可以说,你的眼睛如何决定了你这辈子的命运走向? 教父当中有这么一个观点,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,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,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 这番话,可谓是至理名言。 看透事物本质这一点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。 至少,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活在了迷茫的世界当中。 就拿成功学来说,你相信成功学吗? 也许你不信,但总有一些人会相信。 在相信的人眼中,某某大佬可以投资成功,自己也能投资成功。 因此,他们就会购买某些成功学的课程,认为自己学了就能走向人生的巅峰。 可实际上,等他们看完了,还是跟看鸡汤一样,一无所得。 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,不了解人性。 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当中,别人可以教你任何的知识,但绝对不会教你如何赚钱。 要知道,肥水不流外人田,真有不错的项目。 别人早就联合亲人朋友,吃干抹净了,怎么还会告诉给外人知道呢? 教你成功的本质,就是别人利用你想成功的心态收割你的钱财。 在学校的时候,我们需要读有字的教科书。 除了社会,我们需要读无字的人之书。 简而言之就是,我们需要懂得读人。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,有什么性格和特点,是否会给自己造成威胁,我们需要把对方摸透,如此才能占据社交关系的优势。 比如说,这人遇到问题的时候,慌张不堪,平常喜欢侃侃而谈,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差。 由此我们就能看出,这是一个只适合搞后勤的普通人。 比如说,这人敢闯敢拼,做事很有干净,也懂得跟别人打交道,虽然说笔头功夫不行,但性格外向特别有活力。 可以看出,这是一个营销社交行的达人。 比如说,这人没啥主见,看到谁强大了,就依附谁,看到谁弱小了,就抛弃谁,丝毫不讲感情。 由此可见,这是一个见利妄议的小人,在外打拼,就需要有分析人心的本事。 你所看到的,是表面的信息,需要在脑子当中按照逻辑来推理分析,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。 人在江湖,该有的城府绝对不能少,总是让别人摸透我们的想法和心思,那我们将成为别人眼中的软绵羊,只会被他们随便拿捏。 为什么老江湖一眼就能看清楚,到底谁是老石人,谁是城府深的老狐狸呢? 因为前者和后者的眼睛所表现出来的神态,是不一样的。 老石人的眼睛神态,多了一丝天真和纯真,特别简单,好比特别浅的河水,两下就能被人看穿了。 老狐狸的眼睛神态,就给人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,你无论怎么看,也还是看不穿,摸不透,如身处于迷雾当中,伸手不见五指,让人茫然。 这就是所谓的喜怒不形于色,好舞不言于表。 是高兴,还是欣喜,都不要过度表现出来,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。 眼睛,那是会说话的。 总让眼睛说话太多,让有心之人摸透了你的情况,那就惨了。 在江湖当中谋生,第一时间就该修炼自己的眼睛,这是搞好人情世故的第一步。 什么是人情世故? 你看清楚别人,可以根据他们的心态制定打交道的策略,而别人看不透你,那你就能占据社交的优势了。 这,才是于己有利的人情世故。 所谓人情似水分高下,事事如云人卷疏。 人情,就像是时而奔涌,时而停滞的潮水,没有人知道他下一秒到底要做什么。 人心,也如此,复杂而又不可测。 眼睛如何,基本决定了人这一生的命运走向。 如何修炼,就看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 下期见。